美紅假日 不乏可以看到爸媽帶著小孩 共乘單車出遊 但這番和家歡樂的景象 在現行法規下 竟得吃上300到600元不等的罰單 立委 余萬如日前召開記者會 沿理提案修法 沒想到卻被時代力量割到尾 這就是說在這個議題之前 我們其實並沒有看到 徐委員有特別關心這個議題 結果就是因為開了記者會之後 時代力量馬上就提了這個法案 那我們覺得就是說 這個其實就是一種議題上的收割 臉書上大篇幅炮轟 並且貼上附有徐永明簽名的 提案文書 余萬如痛批自己開完記者會後 用心在跟交通部討論修法方向 豈能料到費盡心思的構想 竟然遭到時代力量收割 痛批時代力量根本是時代鐮刀 只有砍在自己身上才知道痛 相信應該不是第一次 對 那這種情況 其實在立法院常常發生 可能不是很清楚 立法院運作的常規 我想很多案子 其實大家都有相似的提案 我想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這個高等教育機構 培養出來的學術精英 無論是在學術領域 或者是在政治領域 事實上都相當的投機取巧 我覺得這不是在寫論文 再來我覺得余委員用抄襲 他也要有版本 許有名之言法案先搶先贏 反過頭來還邀請余婉如一起參與 大小綠搶正機 民進黨這回敗給口中的時代鐮刀 這個楊視劇長 女學SNG小組台報導 12月28日起 中天綜合台 黃金九點 讓愛飛揚